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还需要一个尖尖的工具能扎这个小洞洞 你可以拿铅笔来代替都可以 只要有这两个工具就行了 最好呢 大家再准备一根12B的黑颜色的笔 或者黑颜色的黏土也行 比如说这个眼睛啊 还有这个手 还有这些工具呢 这个你就可以简单的做出来这个小丑牛 当然了 不要忘了啊 我们最后还需要一个磁铁 在最后我们要放到它的背后 你才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冰箱贴 不然你只能停着把它放到桌子上 好啦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 你如果准备好 就快点来跟我一起学习如何制作它吧 欢迎回来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一步啊 老师要给你们画一下 我们第一步需要制作的是什么呢 第一步我们要制作它的这个椭圆形大大的牛脑袋 我们要先制作最底下的那一层 所以是这个椭圆形的大脑袋 椭圆形 你们还记不记得如何去制作呢 随便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啊 随便选一个颜色 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行 那你可以多拿一些粘土出来 我们呢 给它做大一点 太小呀 不好增加这些细节 所以咱们多拿点做大 椭圆形要怎么制作呢 哎 记不记得我们椭圆形需要用一个圆球来制作 所以第一步 请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制作一个圆圆的大球 哎 你认真的多滚动它 让它变得非常的平滑 你看看 这个叫做平滑 很平滑 上面没有裂痕了 这个就可以了 那再然后要怎么办呢 看好啊 我们把手轻轻地按在这个球的上面 轻轻地上下滚动 看看 上下滚动它 你再抬手怎么样啊 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鸡蛋的形状了 是不是像一个大鸡蛋 好 我们只需要把它变成一个鸡蛋的形状 然后就是给它压扁 看一看 轻轻地用手按扁 记住啊 当你按它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放到桌子上面 为什么呢 好 我给你们翻过来看一看 你看 我放在桌子上按 这另外一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平整 看啊 翻过去 看 如果你在手上按它的话 它会上面沾满了你手上的这个指纹 手蚊 它就不好看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在桌子上面去按它 第一步得到一个大大的椭圆形 一个大饼 那接下来要干嘛了呢 大家看啊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牛的这个嘴巴 这是它的上嘴唇 这是它的整个鼻子和嘴是上半部分 在这里 还有一个小小的下面的嘴唇 那这个怎么做呢 分成两部分做 第一步 大家请看啊 我们需要一个小一点的椭圆形片 在中间给它用小刀子 按一个小树线出来 这里呢 看到了吧 然后呢 我们再要拆开 揉一个很小的椭圆形 这两个是分开的 这是上面还有下面 全部拼在一起 那我们的这个鼻子呢 两个圆形 再后拿那个小尖的工具 扎两个洞 就变成了它的鼻孔 好吧 咱们挺 哈哈哈 现在老师这张图看起来 像一个小人的脸 对吧 嗯 我也觉得它很好玩 好 这个是拆解分布图啊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来正式的制作了 我为了区分 我会把这一部分用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或者是跟刚才这个不同的颜色来制作它 第一步还是我们需要这个圆球 圆球给它变成椭圆形 侧面轻轻的揉 然后给它按别 看 它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椭圆形了 是不是 然后拿起我们的这个小刀子 然后在中间轻轻的按一条线 看到了吗 我们轻轻的按一条线 放在这儿先不要着急 接下来做这个小小的嘴巴的部分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椭圆形 你甚至可以稍微轻轻的按一下它 不按也没有关系啊 好 然后这两个怎么能拼到它的脸上呢 看着啊 大家注意看 我们要先放这个小的 看见老师先放哪一个了吗 我需要先把这个小小的椭圆形 放到它的脸上下面的位置 然后再拿起这个大嘴巴来 这个是嘴巴大一点的部分 轻轻的盖在这个小椭圆形的上面 注意啊 你只能够轻轻的压住它的一半 不能够全部挡住它 不然就看不出来这是牛的鼻子 还有下面的嘴唇了 看 这个样子做好呀 它就有一种 哎 这个牛 哎 这个是鼻子和嘴巴的上面 这个是嘴巴的下面 就有这种感觉带了 看 好 再然后咱们可以 我再换一个颜色 我们给这个牛装两个鼻孔 圆形就可以了 哎 你可以装一个大一点的鼻孔 也可以装一个小一点的鼻孔 都可以 圆形的大鼻孔 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记住随时要把你的黏土盖上啊 不然它会很快干掉 然后这个是尖尖的工具 往里面 摘两个小洞 看 你用铅笔扎也是可以的啊 用铅笔扎也是可以的 Anything 都可以 只要它work Oops OK 我的这个黏土呀 黏度比较大 所以呢 它里面会有一点残留啊 不过没关系啊 不影响的 轻轻再给它修理修 这样子就好很多了 看上去就是两个大鼻孔就OK了 那么 再然后啊 咱们需要给这个牛加上眼睛 这个眼睛 你可以拿黑颜色的黏土去制作 或者 看 我直接用黑颜色的sharpy 看到了吗 我直接给它换上去 这样子其实更easy 更简便 好 看这个脸 这个脸部 其实这就已经完成了 很简单 那再然后咱们要做什么呢 咱们要做这个牛的耳朵 有一点点尖的形状 想想小三角形 然后是给这个牛按两个鸡脚 两个三角形 四个三角形 变成了牛的耳朵和鸡脚 还是啊 咱们要换颜色 换颜色 你的这个牛啊 看起来它的颜色就很丰富 那老师啊 先揉成小圆球 按住它在一边 轻轻的往下揉揉揉揉揉揉 当我抬起来的时候 你看 这边变尖了有没有 是不是变尖了 诶 好 这是一个形状 还需要另外一边 就是它的耳朵 就是它的耳朵 很久 一点一点边接 好 这个可以当做它的耳朵 但是啊 它的耳朵 哎 其实会稍微圆润一点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给它按笔 让它没有必要那么老尖 太尖了也不好看 不像耳朵了 好 做好了以后 看啊 轻轻的拿起这个脑袋 放到耳朵的上面去 对了 要压住这个耳朵 好 这样子看起来 你的这个耳朵呀 还像是从脑袋里面长出来的 还可以稍微的这样 这样看啊 稍微的弯 把它弯动 看见了没有 这个牛的这个耳朵就像是 还这样子往上翘的感觉 好 牛的鸡脚 我再换一个颜色 方便你们看清楚 这回我想用白颜色 因为它明显 好 鸡脚你可以做得很大 或者是很小 随便做啊 还是三角形 看到没 尖尖的这个三角形 或者是这个一个圆锥形 一边尖一边圆 这样子就行了 我们把它按到牛的这个脑袋上 还是压在它的后面 好 请看 我这个牛有一个特别胖的大饼脸 是不是 老师的这个这个第二 这一只牛有一个大饼脸 很胖很大 没关系啊 不影响 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脸 也可以做一个大大的大饼脸 都可以 你看看简单不简单啊 我们的头部就这么直做完成了 非常简单对吧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怎么做呢 当然还是要分层了 第一层咱们得先做什么呀 一个椭圆形或者是圆形的胖胖的身体 是底下的这个部分 这是第一步啊 第二步 我们给它做一个圆形的肚子 这是第二层 看到没 身体第一层肚子第二层 然后才是 这个是牛的 手 这是它的蹄子 只不过老师设计成了 它是坐在地上的 哎 我给你拆开了来做啊 看看 牛的 手 还有牛的脚 拆解开了 就是这几个图形 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图形吗 好 首先第一步是牛的身体 圆形哦 记得是圆形 可大可小 圆形的一个饼 看 我觉得我做这么大就行了 我不想让它的身体太大 那你们看看 这个做出来是什么效果 轻轻的放在 脑袋下面去 大脑袋 还有身体 好 这个是肚皮 肚皮咱们再换一个颜色啊 肚皮换一个颜色 这个肚皮的圆形 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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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软了 稍等 肚皮的圆形 它要比身体小才对 看 我给它轻轻的 安到 它的身体上去 所以你从正面看起来 就像是 哎 这个牛 小肚皮 它要比身体小 它要比身体小 才对 我给它轻轻的 前面露了一块 肚皮 圆形的肚皮 就是这种感觉就OK了 制作出这种感觉来就行了 因为咱们这是平面的吧 明显啊 好 我们的牛的 手 看一看这个手是什么形状的呀 看一看老师做的这个手 像什么形状 是不是又是这个形状啊 一边圆一边尖 是不是这个形状 用圆形变过去了 看一边宽一边窄 这个是左边和右边 腿 腿 腿的部分 我们需要给它制作的呀 稍微再大一点 让它稍微的大一点点 长一点点 大腿 还有我们这个 细的部分 小腿 大腿 小腿 像一个 你们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小鸡腿的形状 像不像 小鸡腿的形状 形状是都一样的啊 无论 无非就是大小的区别 好 好 看一看 老师设计的 这个手 是从后面抱着了 往前抱着肚子 这个腿呢 是往侧面坐起来的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这个手 首先这个手 安在身体上 这样 一定要记住抱着它的大肚子 一定要抱着它的大肚子 那另外一只手 那另外一只手怎么贴呢 放在这儿 看 先放上去 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子 哎 往后弯 看 往后面 弯 你看 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一种 哎呀 它的两只手 手是从身体的后面 或者是身体的侧面 绕过来 贴到了它的大肚子上 还是在抱着大肚子 那这个腿呢 一条腿在前面 另一条腿 我们要把它拿起来 另一条腿把它拿起来啊 贴在身体的后面 让它露出一点来 看 让它露出一部分就可以了 哎 这样子它有一个前后近远的区分 你看 现在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就像是一个很可爱 很萌的 大圆饼 大饼脸的丑牛 其实应该叫萌牛 对不对啊 它很萌很可爱 好 现在这个牛 哎 姿势 就全都出来了 它是不是挺可爱的呀 最后呢 咱们还差什么呢 看一看 这张设计图 最后还差什么 还差一个大大的尾巴 这尾巴 你们能不能 分析出来 它是什么形状做的呀 是一个长长的面条 当然了啊 这个面条是一边宽一边细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这个尾巴的这个 宽宽的这个毛发 这样子两部分组成的 你们试试能不能自己做出来的 怎么做呀 咱们先来做 那个面条形状 尾巴 那是它尾巴 大面条 面条会揉吧 这个太长了 不用那么长啊 看 用刚才的一个方法 看到了没 轻轻按住一边 这样它就会一边粗一边大 不对一边粗一边细 一边大一边小 然后咱们的方言色 做它的大尾巴 错了 是做它大尾巴上面的那个毛 看圆形 按住一边 看又是这个图形 是不是又是这个图形 这会给它稍微按扁一点 看变成了一个水滴的形状 轻轻的抬起你的牛 把这个尾巴安在身体的后面 看 把尾巴安在身体的后面 可是啊 现在它是直的 这个太难看了 是吧 牛的尾巴可不是这样的 那咱们这样 看 用手轻轻的给它弯起来 看见了没有 给它弯一下 弯起来 看它变弯了 然后 把这个尾巴上的这个毛 毛的部分 给它贴上去 看 然后啊 你还可以用这个笔 而不是这个小刀子 在它的这个尾巴上面 轻轻的划几条线出来 你看 这是不是很像它的毛啊 这个很像它的毛发 哦 不要让它这样子沾上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 你的 丑牛 紫属丑牛 第二个是丑牛 你的丑牛黏土 就制作完成了 好 你看 可以多试验几次 你看啊 老师做出来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 因为它的这个大小呀 薄厚呀 它都是有区别的 会影响它的效果 所以呢 你看看 我个人会觉得 老师这个之前做的这个 example更可爱 因为它很小 很 肉糊糊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更可爱 那这个呢 是我刚刚示范的 没有特别完美的比例 没有特别完美的形状 所以呢 我鼓励大家 做完了 学完了方法呀 自己去 都试验几次 直到你得到最满意的哪一个 好 sorry啊 老师刚才忘了 我们还可以给这个小牛 加上蹄子 因为牛是有蹄子的 对吧 我们弄很小很小的黑色 看 小圆点就可以了 放到它的手和脚的顶端 我们放到它手和脚的顶端去 它看起来就会像是一个小蹄子 你想让它有更多的细节 可以用这个小刀子 这样子给它摁出一条小缝来 那就更像是牛的小蹄子了 大家可以去观察观察啊 这个牛蹄子 是不是中间有一条缝 哎 要观察生活 观察现实中存在的事物 这才是我们创作的灵感 还有来源 怎么样 你喜欢这一期的手工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给老师点个赞吧 或者在我们的网站下面留言 这样子就可以给老师更好的鼓励 我可以给大家出更多的 好玩的手工作品 谢谢你们的观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